Hello 歡迎來到暖夜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白花羊豆腐 上桌過年過節也對 容易蒸 Let's begin 首先要蒸一蒸 瑤柱 洗乾淨 然後用碗蒸 蒸10分鐘左右 平常用碗蒸 但用碗蒸的口感也好很多 接著要切蔥花 只需要綠色那支 切一段段 切完後 用剪刀中間開一刀 讓它攤平 變成像一張紙 接著慢慢切 切出來的絲會更好 放在冰水裡 浸一浸 拿上來 有少許凝固的形狀 看上去會更好看 這些就是平時 過時過節 那些 你可以做的 但平時自己吃的 可以不用做這些 蔥絲 我會放在冰水裡 滾油和醬油裡 放在冰水裡 是好吃的 但如果要蒸乾淨柱 要不要蒸 就不需要 我會蒸三、四粒 因為要做幾個菜 所以我不想分開 但通常一粒就足夠了 所以看看你 如果你有煮其他菜 可以做完 不然乾淨柱的位置 可以跳過 然後 之後 我們就用乾淨柱 拿一把刀 捏一把 拖一拖 然後它就會散開 然後變成絲絲 然後 加在蝦膠上 放在金黃色上面 然後放在蝦膠上 把蝦膠放在地上 便可以 然後刮一刮 就不需要刮到很難 或者刮到九半機 因為要有少許口感 如果煮得太軟,像蝦滑一樣 就沒有了口感,其實白花羊豆腐就沒有那麼好吃 因為豆腐本身是軟的,如果連蝦都軟 整個蔥好像在吃一坨食物 所以蝦膠通常是順時針多一次 然後反轉後,逆時針多一次 用蝦膠的醬汁就可以了 蝦膠可以打到變焦 這少許鹽一定要放 可以放少許 四分一茶匙或八分一茶匙都可以 但一定要放少許鹽 不放少許鹽,不放少許鹽 加少許糖,加少許胡椒粉,加少許麻油 然後我會用筷子去攪拌 攪拌到差不多,先用手去攪拌 如果攪拌到太軟用手,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先用筷子 接著攪拌到差不多,用手去攪拌 再攪拌多30秒,大概4-5秒 這樣就沒問題了 接著要攪拌豆腐 豆腐呢 其實最好就是 亂豆腐 但第一次做的,我建議用滑豆腐 不要用最綿的 因為那種很容易弄穿 如果有少許鹽,豆腐會比較困難 那滑豆腐會比較困難 那滑豆腐會比較困難 我換了兩支廚房才能吸收水分 因為如果水分太多,蒸出來就變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一直用廚房才能吸收水分 接著就一開百 接著就在上面 很多人會教我用紙巾 畫一個洞,然後把蝦膠放進去 那不是不好,但是呢 這樣的話,豆腐其實是沒什麼味道的 那樣就像我這樣,在上面打一個交叉 不要畫斷 即是不要畫得太深 那這樣畫了一個十字之後 你放在蝦膠上,一蒸完 那個蝦膠裡面的醬汁 留在豆腐裡面,更加好吃 適合地打一個十字,或者是X 不要畫斷 又不要太深,又不要畫得太長 那接著就在上面塗一點生粉 放在上面,然後放在蝦膠上 放在上面,很少就可以了 然後就上面放在那些蝦膠上 那蝦膠上的大小形狀 就不足夠了 那些就真的可以除你了 那這樣就是足夠了 這樣就足夠了 這樣就夠了 那之後就放在上面 大火焦,大火焦,5分鐘 然後就應該是全部熟了 那麽 後面呢 沸騰油 最好不要太鹹的生抽 低鹽的食物是死鹹的 加少許糖 煮沸騰後,沸騰蔥 又美味又上桌 其實這道菜是很簡單的 這次已經過年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說話 是比較級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影片很短 為何現在放乾條柱 因為蝦膠是黏黏的 如果現在放乾條柱 就能夠黏在蝦膠上 如果蒸好後再放乾條柱 變成乾條柱和蝦膠分開 這樣做的效果不太好 現在就黏在蝦膠上 就不會掉 金黃色 好看又正 就是這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按鈴鐺 下次JS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希望下次JS的時候 見到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ao 好